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发兔,我是妮可 哇,前面那两个人长得好像 你懂什么呀,人家那叫夫妻像 知道知道,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相貌上会去与相思吗? 那你知不知道,得病也有得夫妻病的 夫妻病,这个词听着新鲜 糖尿病就是传说中的夫妻病 夫妻病的意思是说 只要夫妻两人中的其中一个得了糖尿病 另一个人用不了多久也会得糖尿病 这波操作很神奇哦 这个恩爱秀的很有水平嘛 在这里,想别要给那些糖尿病夫妻们澄清一下 得糖尿病又不是什么好事 两个人肯定不是自愿想得这个病的 得糖尿病主要是由于患者体内的胰岛素分泌缺陷 或者有什么损伤 从而身体会有不良反应 再加上饮食习惯不好 就会造成身体大协失衡,形成糖尿病 首先,因为夫妻两人的日常饮食是一样的 不会是一个人吃着,一个人饿着 所以,两个人相同的日常饮食 就有可能一前一后得病 一般得糖尿病的人群年龄会偏大一些 如果贸然的告诉他们得病了 患者的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 而夫妻中的另一个人为了照顾患者 肯定会比平常更加用心 所以,照顾者的心理压力自然也会增加 这样的话,患病的几率也会增加 现在大家知道 为什么糖尿病会被称为夫妻病了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本视频素材原则网络 有发图件及冰培音 如果你不关注,不评论,不点赞 那我就跟你绝交哟 各位亲们,下次再见咯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